这几天真的是累死我了 太困了 有没有看我们上期视频 就是我俩为了过中秋节 从西藏 就是赶路赶到拉萨 坐飞机然后又回老家 过中秋节 这几天真的我累坏了 然后回老家之后 又要各种聚会 朋友亲戚 缓解还可以 缓解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然后那个 我也不行我根本没睡醒过 我现在好迷糊好想睡觉 那我比我睡得多 而且缓解就是反正挺开心的 这几天倒是 缓解拿了好多红包 就是我奶呢 我叔叔我是个姨上 我叔叔没给你把点 给了一打红包 刚开始我们说好要五五分的 然后他现在不给我 我们 不给我 我们现在在机场了 我们准备 因为缓解 对 缓解的那个工作的档期又提前了 他不能跟我回西藏 继续那个 西藏的旅行了 他要回新疆 其实我是 其实我是 我是 我是故意的 因为我想 鞋款前逃 你想鞋款前逃 我想给他和地大哥一点 两个人 二人世界 不是 你就是拿红包有钱了 反正现在我俩在机场 一会他回新疆 我回拉萨 因为我房车还扔在拉萨呢 估计就估计他要忙整个十月份吧 但是我就是到准备是到那个拉萨以后开车 可能还要去阿里 然后再从阿里走那个新疆 这样回回 他要去找我 对 我要去找他 但是是这么定的 就是 对 但是我就是手头有点不富裕 我可能就 就加油啊 什么 就也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坚持到新疆 要是 我是不是把我红包钱给你 你今天就给我走了 不用不用 就是你还是按照承诺不分 然后一会我们就 上飞机了 然后我们也吃点东西 我们 你现在好像犯了傻子 没有 我是真的狂蒙了 我没睡觉 就反正下个月的行程就没有缓解了 然后都是我跟地大哥的行程了 他太好了 他太好了 好吧 拉萨见 新疆见 我是T3好上楼的 他是T2的 他现在就要走了 我去送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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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我这吧 送一下 送一下 我航班陪他晚 那个半个小时 我去送他一下 走 别客气 别客气 你说两句吧 我不想说 我太困难了 你一个月都出不了劲了 那他搞了 以为不要想念我 真的不说了吗 不说了 他就走了吗 我走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走了 他真的走了 我已经到了 三落地了 现在去取车 太困了 真的太困了 看到我的车了 在这停了好几天了 哎呀 我现在上车回拉萨城里 哎呀 脑蛙子汪汪的 现在我把车开回拉萨城里了 但是我现在特别的难受 好像是感冒了 我这个鼻子不通气 因为嗓子有点痛 然后这眼睛还一直在流泪 我现在 还有点咳嗽 我现在 谁也不想见 我就想睡觉 立马就睡觉 你什么事就明天再说吧 今天就歇了 我早上起床了 但是我感冒感的太重了 哎呀 我好难受啊 我准备 起来吃点东西 然后再借着睡会儿 多休息 多喝水 然后今天晚上应该是 亮子要回来了 终于可以跟亮子聚一聚了 我得抓紧休息休息 晚上还要 还要跟亮子见面 真太不容易了 我真的快挂了 为什么要不是说亮子回来了 我床我都 床我都不起 亮子一会儿就 就过来了 但是我们 这次可能就约不上亮子 一起转山了嘛 是吧 因为亮子家里边有点事 他已经转完了 然后回拉萨 他明天就跟我们吃个饭 明天可能就 就要回去了 然后我跟弟阿哥 然后我 我现在又这样 然后 还得再等几天 对 还得再等几天 一会儿亮子来了 我跟亮子见面 我就回去吃药睡觉去 亮子来了 这个最高的就是亮子 然后这边今天特别小 这是大理老乡 然后这边全是唐山老乡 全是唐山老乡 这边 这边在重庆老乡 然后今天安排了一堆 安排了一堆 那个正宗的拉萨特色 老北京蒜羊肉 我吃完饭回到车里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 有点兴奋 因为都是好久没见到朋友 然后就聊了好多 我也没拍 反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刚才 然后他们都说我 说你看出来吃顿帅 然后我是不是病都好了 我当时感觉好像也好了 但是现在我回到车里 又马上 马上又回到了那个 最最最低谷的状态 刚才可能是有点回光返照 我觉得 然后 然后那个 欢姐 今天就是去乌鲁木齐了 对他已经 回到新疆了吗 今天跟他的小姐妹们 去乌鲁木齐玩了 然后给我发微信说 玩的这开心 大开心的 然后就反正 是吧 我的那个 就是接下来的行程 现在我也 就是没办法 就是去计划了 因为真的感冒太难受了 而且高原感冒 好像是就是 挺挺挺危险的 所以说我要尽快的 把感冒养好 在计划下面的行程 我是希望 还是要跟蒂大哥 一起去走阿里 然后到阿里之后 我开回新疆 去跟欢姐会合 计划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多说了吧 真的太难受了 我要睡觉了 吃点药 希望明天能好起来 然后大家晚安吧 我们下期再见